穿包包褂 你再看一看 每次登台 小朋友使用的淡淡 就是说穿的饿杀是腿都的骨折 而且那马家穿着 要有花季的 显得特别精致考虑 你再跟我们一起 一个沙满怎么可以喝 你要喝咖啡的站起来 你再看一看 一会儿 你上去 你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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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你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开开我的手 你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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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開心 有話好想給我 吃飯可以吃說的 對不對 我請咖啡就給你做到 你用盧包打麥 你給你喝酒杯打麥 說到 好多打麥 那個偶爾夫也是吃大飯 想看 那要聽到咖啡 好紅 沒看 但是 咖啡跟咖啡 在表達方式上 還是你比小大的不準的 能吃飯好 你來不吃飯吃的 對 中國的吃飯吃飯吃 那不吃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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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地獄文化 讓我想起的網上 有好多人說 嫁人要嫁上海男人 為什麼你看上海男人 今早起算後關日呢 還怕老子 你還說老子在家裡 第一眼就高 那倒是 有的上海女人說 啊我們自己男子 你小比三真的不好了 其實那她是說黃話 談戀愛有的時候 這個男人 上海男人也算你不喜歡 可是過日子 一定得精打心了 所以有的這個 江南女子就說 上海男人嘛 你平常的也看著 好像不怎麼樣 可是過日子 你在那裡就聊天 有一個上海男人在身邊 過日子很方便 其實這就是我們網路上 經常說的 經濟適用來 找上海人當我們 真是既精就水 所以我想 這也是上海人 一個突出的優點 好 感謝你收看這期老涼波爐 老涼波爐會 是由他們練習車 冠軍賽徒播出的 有什麼意見 可以及時登陸新浪微博 和我們聯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小說脫口秀 孟魁京樓第二講 4月6日 晨包時開車納客 好 感谢观看